上一集咱们讲了日本的第一配版曹操 足利一满他家建立的这个视听幕府是怎么来的 视听幕府存在了两百多年之后呢 足利家的第八代家主足利一正 终于 嘿 稳不住这片天了 这幕府之下一帮实力强大的守护大明 例如像西川圣元 再像山明驰风等等啊 就开始内乱了 从而就导致这个视听幕府失去了对全国的掌控 整个日本也陷入了大明割据混乱的时代 这次内乱呢被称作英人之乱 而这个黑暗混乱的时代 就是大明鼎鼎的战国时代 守护大明之间大家呢 就能打的这个视听幕府形同虚设 守护大明到底是和啥呢 咱们今儿就来说这事 其实大明呢就是一块土地的民主 那啥是民主呢 就这块地得跟我姓 说白了就是地主 既然是地主最宝贵的资源 那肯定就是土地和庄园了呀 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庄园 民主们就得需要很多的武士 作为自己的武装力量 那视听幕府时代呢 要成为大明只有一个途径 就是幕府任命 没有官方盖戳 你是死活都当不上大明的 那官方为啥就给你盖戳 承认你当大明呢 就是为了让你守护这片领地 所以那时候的大明 就叫守护大明 结果守护大明们 守护着守护着就飘了 那是打得头破血流 天下大乱 那天下大乱的直接后果就是 各地纷纷涌现出许多新的大明 这些新大明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老子不需要视听幕府认可 叫啥名按自己定 地盘多大按全头来定 不管之前是周里买菜还是杀猪的 你只要手里有钱有武装 你就能当上大明 这种王猴降向内游种护的行为 要是放在视听幕府很牛歹的时期啊 那绝对属于这脑子被三峡的那个水渣给夹了 那你都不敢想 因为你这么干了 你绝对会被第一时间当成反责给弄死 那实在不同了呀 不行了 于是地主们就纷纷跳了出来 在日本本来就不大的国土上面 当起了自己的土皇帝 在日本战国时期呢 一共存在过66个国家打引号的 因为咱不否认啊 日本战国时期在有一些影响历史走向的大战役 规模还是相当可观的 你比如一人之乱的时候 两位大地主向西川圣元和这个山平宗泉 他们作战呢 就大概有20多万兵力去投入战斗 当然还有后来的日本清朝战争 也是15万人左右的这个军队参与 但这人生极常 你并不影响说更多数量上的这个村子战争 这个很多实力一般的大明控制的领地 充其量就是咱们自己的一个村的面积 人口密度再大 它也就是几千人打几千人 说好听点叫战争 说实话那就是村和村之间的泄斗 所以说日本的战国时期 就是村级战争背景下的一个风起云端 而日本战国之所以这么出名 也很大概率是因为这些制作精良的电子游戏和动漫 以至于很多人对日本战国时期的那些名将趋之若鹜 但如果你洗去艺术加工的农装 珍重的日本战国的这些武将 它又是个什么形象呢 我给你们讲几个听听啊 首先肯定绕不过的就是北条早云 这位大哥的故事算是个很典型的草根逆袭 原名叫一石新酒郎 创业成功后出家了 这北条早云呢是法号 大哥最早是个浪人 那不是说比较浪的人啊 是没有主人的武士叫浪人 说白了就是这个社团下岗人员该溜子 那战国乱局一石呢 该溜子一石新酒郎 马上就发现了商机 那时候叫机遇 于是就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 激情澎湃的四处奔走 伍豪 企图就唤醒人们心中对成功的渴望啊 可以跟着他一起成就霸业 那皇天不负苦心人啊 终于成功忽悠到了六个人 这六大哥呢 也不知道出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那据我估计很大可能呢 就是饿得实在是没辙了 一咬牙决定跟着一石新酒郎干了 那七兄弟呢 就这么着来到了郡和国 慢慢的发展壮大 打新了一片家业 那不过这也得益于 一石新酒郎在郡和国的那位 当夫人的姐姐 到了五十多岁的时候呢 一石新酒郎就把头发一剔 开了个新闻话部会啊 表示说我荣马一生 我现在老了 我决定归依我佛法号 北挑造云 这一顿入空门了嘛 那当时呢 早云大师就高调的宣布 说他要去参拜伟大的空海大师 没有人怀疑他的动机 于是这位没有佛法 诠释野心的假大师 就大摇大摆的去了一斗 因为空海大师 住持的这个寺庙 就在一斗 那空海大师是 日本三大书法家之一嘛 也曾经入堂学习过 在日本的地位非常高 第一集 我在浅堂室那儿有讲到过 那前来参拜学法的人 是络绎不绝 所以贼河上北条早云 也进入到了伊豆地区 而那个时候呢 伊豆的国主是没有任何戒备的 那北条早云进入伊豆地区 就打着这个 云游的皇子 东兽州兽西看看吧 既然是云游 那我问问你们百姓的生机不过分吧 我再看看这个山川道路 这个很合理吧 最后再打听打听 这军队不防 那也说得过去 而后就向上一族地回到了郡和国 北条大师就亲自率领自己的大军 真正两半人的大军 又从郡和国主那儿 接来了三百大军 带着这五百人浩浩荡荡地杀向了伊豆 对你没听错啊 就五百人 是不是觉得带五百人打仗去 很搞笑是吧 更搞笑的是呢 就这五百人 还把伊豆给打赢了 伊豆国主战死 五百大军取伊豆 这些事告诉我们 说日本战国实习的背景 它就是个村子战争 这一点都不冤枉 那继北条早云之后呢 又诞生了一位名将 武田信玄和战国军神 上山千姓 等等这些知名武将呢 后面的视频 我再跟你们继续详谈 那接下来要讲的这两位 是战国实习 这整个日本历史都无法绕过的两个人 第一位 就是第六天魔王之称的 知田信长 这女人是知田信长本人起的啊 而第六天魔王这个称呼 它其实是日本佛教当中 专门给出家人搞破坏 不让人家成佛的一个超级大反派 那由此可见 知田信长是个多么肆无忌惮 且无比自信 狂傲之人 别人这么狂 肯定早就被喷死了嘛 但知田信长不会 因为他有资本这么狂 这是从小就不正常啊 据说呢 他还在强暴中的时候 就多次咬破他母亲的那个 自幼放荡不羁 行为狂辈 经常搞的这个鸡飞狗跳四零不安 也因此得了个外号叫 伟章大傻瓜 18岁那年呢 他爹知田信秀死了 他爹是伟章一带 很有实力的一位守护大名 那据说在葬礼上啊 本来就备受非议的知田信长 就抓起香灰 扔在了老爹的牌位上 家里老人都七个万死 只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和尚 就断言了啊 说信长君将来一定是日本第一名将 于是知田家第一祖老 平守正秀就决定 先观察几年 结果两年过去了 这伟章大傻瓜呢 果然不负众望 傻得更厉害了 那平守中秀也是位狠人啊 都说 闻死戒 无死战 这位大哥当着知田信长的面就 自杀了 自杀前呢 细数信田信长的这些荒唐行径 知田信长就被平守大爷 这一手下的一机灵 也幡然醒悟 从此便开启了自己的开挂人声 这第一仗呢 跟自己老仗打的 这老仗是个白手起家的大名 听说这女婿 知田信长人傻钱多 就起了歹心了 带兵来打 不过这仗没打起来 原因是这老仗人 被知田信长威武的外表 和霸气的这个气场给震住了 带兵回去了 当然这背后可能也有一些 其他的不可告人的秘密吧 老仗人死后呢 知田信长就毫不客气的 就把老仗人的领地给灭了 1560年的时候 当时有个很狂妄的大名 叫金川一元 带着两万五千人 对外号称说是死亡 起兵上落 那上落这个行为呢 本质上就是带兵去京都 要武扬威嘛 向其他的大名秀鸡肉 一般的大名遇到这种 能调集四万军队的大狼 那只能自认倒霉啊 要么被灭 要么咱乖乖投降 可当金川一元来到伪张的时候 这儿情况不太一样 这大名知田信长就表示 老子拒不配合 于是就咔咔就打 可打呢 都打得那么奇怪 这一路上知田家 并没有阻止任何有效的抵抗 导致一开始就丢成失家了 那知田家的家老们就都急了 就跑去见知田信长 知田信长就有名秘灯灯的说 那我给大家唱跳一曲吧 咱们这个舞起来 只听知田信长唱到 人世五十年 乃如梦以患 有生思有死 壮世何所汉 这首歌是根据 评论盛的事迹创作的 那搭配的舞蹈呢 就是幸若母 知田信长唱完之后 也不动员 也不号召 就带了五个人冲上了前线 这家老们就被感动得一塌糊涂 赶紧就带上自己的人马 紧紧的跟在其后 等知田信长跑到了一个叫 统霞间的地方的时候 已经聚集了两千多人 这个地方地形很特殊 非常的狭窄 你要说这知田信长没有提前调查过地形 我肯定不信啊 所以当他带人去冲杀的时候 能够正面印藏的这个地方军队呢 也就只有五千人 其他人是想上 但你挤不进来 而且金川医员带的人 大多都是顽固子弟 非常的轻敌 自大 那面对如龙似虎的 这个知田信长 根本是无力抵抗 所以金川医员的投入很快 就被知田信长给砍了下来 以三千灭了四万 知田信长就这样 一战成名 结果十五年的苦心经营呢 知田信长就差一点统一了全国 用一些词汇来概括吧 他属于残忍尸杀 崇拜绝对武力 这一点呢 也直接影响了后世日本的这个民族性格 也正是因为他残忍尸杀的血腥左派 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火 在完成大业之前啊 明智光秀带人 逼死了知田信长 丰臣秀吉呢 接替了知田信长 承担其统一日本的担子 这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人物 但却同样 倒在了距离巅峰一步之遥的地方 其实不管是知田信长 也是丰臣秀吉 都是在风云变坏的日本战国时代 是了不起的存在 哪怕他们最终差那么一丝 没有完成统一大业 但也有浓重的个人色彩 为那个民族染上了属于他们的一笔 英雄人物影响历史 同样也影响未来 所以看到这儿我也不得不庆幸 我们中华民族的先贤 为我们留下来的是温良敦厚 是包容自省的这种文化基因 不然你在看小日子二战时期 之前信长为他们留下的五蕴长久的破棋 到处的招摇海人 倒同来那不还是被打得满地招牙 而最终统一日本给战国时代 划上句号的 是一位号称 忍者神规的盟人 德川家康 而德川家康传奇的一生 以及日本战国时代如何终结的 咱们下期再讲 下期见